每个人多少都会对神有一些疑惑 有时我们可能会问 神真的有听我的祷告吗? 圣经的话都是真的吗? 上帝真的会赦免我而不定我的罪吗?等等 我们要知道 疑惑和不信是不完全一样的 不信的人一定都会怀疑 但有疑惑的人不一定都是非信徒 或是不愿意信的人 连真的信徒也有疑惑的时刻 尤其是当他们遇到苦难和他们无法解答的事实 在圣经里 信徒如施洗约翰和耶稣的门徒多玛都曾经疑惑过 很多时候当门徒疑惑时 耶稣是责备他们是小信的人而非不信的人 其实疑惑也可以代表一个人正在思想 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所有的道理 因此我们当体恤仍有疑惑的信徒 正如犹大叔说的 有些人存疑心 你们要怜悯他们 但我们当懂得如何应付自己的疑惑 也教导他人当如何处理他们的疑惑 首先我们要质疑我们的疑惑 如果各位好好观察 很多时候我们的疑惑是来自我们的感觉 而非事实 比如我们感觉我好像没有得救 我觉得不被爱 我感觉神没有饶恕我等等 我们都知道信心是不能建立在感觉身上的 乃是要建立在真理上的 其实疑惑是我们都要学习拒绝的一个试探 因为我们很容易怀疑神的真理 却没有相等地质疑我们的疑惑 为什么我们赋予疑惑更大的重量呢 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的疑惑 比神的话更可信呢 如果我们有经历怀疑神和他的真理 为何不把经历转移到质疑我们的疑惑呢 另外我们要喂养我们的信心 其实人很多的疑惑会产生 就是因为没有清楚认识神的话 其实若我们仔细反思我们所疑惑的事 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疑惑是没有根基的 比如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并没有被神爱 因为我们的人生有许多苦难 那我们是还不认识神在苦难中的恩典和美意的 如果我们看到其他非信徒虽然不信 却比我们更有钱更成功 而就怀疑信耶稣有什么好的 那我们就是对今生和永恒的真理还不够了解了 因此我们要学习如何以神的真理来取代我们的疑惑 而我们若要喂饱我们的信心 就要多读神的话语 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也说 但把这些事记下来 就是把圣经的话写下来 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尤其我们要在疑惑还没充满我们时 就多读圣经 因为往往当许多疑惑的意念涌进来时 我们就比较难冷静下来接受神的话了 但若我们平时就有读圣经 当疑惑来临时 我们比较容易可以想起神的话 而恢复信心了 再来我们要认罪悔改 不要单单只是告诉神 我们正在疑惑而挣扎 因为疑惑其实是对神的不信任 所以我们当悔改 而从我们悔改开始 神的恩典又会临到我们身上了 除了不信任神 有时我们也实际正在犯一些罪 以致我们便受控告 而怀疑神是否仍然爱我们 或是愿意帮助我们 因此我们必要借着悔改 把罪这个疑惑的通道给封住 即使我们认了罪过后 仍然无可奈何地会犯罪 我们也要学习保罗 他知道自己是罪魁 但他对神的救恩和爱 仍然没有疑惑 因他深信 救赎是全然出于神的恩典 而非人的条件 另外我们也要知道 有些疑惑是基于肉身 而非属灵的理由 尤其当人特别疲劳时 就更容易对神产生疑惑 有一位神学家曾说过 有时疑惑是因缺乏睡眠而引起的 有时你能做的神圣的事 就是睡一场好觉 而不是一整夜祷告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用祷告 但有时我们需要睡时 就要适当地休息 奇妙的 有时一场好觉之后 许多疑惑就消散了 祷告的心也就恢复了 还有当我们疑惑时 也可以寻找合理的证据 神的话若是真的 也必然会有相关的证据 无论是理性方面 科学方面 或是实况方面 都会有证据的 我们应当从各种管道 如相关书籍 历史或科学资料 自己或其他信徒的经历 和见证等等 来查验且收集这些证据 最后我们也要愿意 接受某些未解之谜 我们人总喜欢得着所有的答案 而当我们找不到时 就开始疑惑 但我们要明白 我们始终还是凡人 在我们有限的理性思维里 我们不可能明白 神一切的属灵奥秘 圣经也告诉我们 神有一些隐秘之事 这是我们暂时无法领会的 但慈爱的神 也会向我们显明足够的属灵奥秘 以让我们能信靠祂 靠着神已经向我们显明的 和让我们能够理解的 我们其实已经可以与祂亲近 且享受在祂里面的一切 福音的大能和甜蜜了 弟兄姐妹 即使我们的生命里有些疑惑 在信徒心里还是仍有一点信心的 所以在我们疑惑的当儿 要仍然以我们已有的信心而活 无论那信心有多小 而不要放大我们的疑惑 愿我们学习在马可福音9章24节里 那孩子的父亲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就连疑惑也是应该叫我们亲近神 而非远离祂的 我们越疑惑 就越要来到神面前 跟祂澄清 我们若真诚地把我们的疑问 带到神面前 谦卑祈求祂的帮助 神必定会向我们显明和施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